大家好,我是哲安 今天来聊台湾最大的食品龙头公司 就是统一 公司简介统一全名为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67年,资本额是568.2亿 是台湾最大知名的食品厂 成立初期主要业务是经营民生必需品、面粉 也就是瞄准这个民生必需品 并搭上台湾经济发展的脉络 随着业务逐渐开拓,产品线、项目也增加 转投资子公司也是横跨各个行业 不仅是食品大厂,也是庞大的控股公司 从一间公司发展到今天261家关系企业的集团 如果说到台湾的食品龙头业,则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它的业务从原本的台湾市场扩展到中国、印尼、泰国、菲律宾等 目前已经是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了 集团旗下组织业务包括食品饮料 里面最知名的就是大统一 流通与零售就是以统一超为主 这个就是在台湾最知名的超商7-11我们俗称的小七 包装容器就是统一职,之前有介绍过了 休闲开发的部分就是统镇 其他的业务则是有神龙、统一镇及太子建设等 整个集团是已经多角化经营了,深入到你我的每个日常生活角落 今年前三季的营收占比 食品与食粮是占34% 便利商店及流通是占48% 包装容器占6% 其他占12% 获利人力从1987年上市至今34年 查到的资料是在1990年以后 它每一年都是赚钱的 获利最差的年度是在2002年 EPS是0.45元 从2008年以后 获利至少是在2.02元以上 2017年的EPS是7.01元 是創下历史的新高 这一年主要是处分了上海星巴克的股份 而有一次性的业外收益 才会造成获利包装 之后的获利都是回归到比较正常的轨道 其后的EPS是都至少在3.07元以上 整体的获利是相当的稳健 来看一下统一今年前三季的表现 营业收入是3965亿 增长10.84% 营业毛利是1277亿 增长6.61% 营业利益是241亿 增长3.99% 最后净利是146亿 衰退11.44% EPS是2.57元 去年同期是2.9元 营收成长了 难而获利却下滑了 主要原因就是三历其降 再加上业外的采权运法认列之损益 是衰退高达30%以上 才造成今年的获利表现是不如去年的 体质减是 统一的负债比例是65.59% 而且是呈现逐年上升的情况 标准这个是最好要低于50%以下 这个部分主要是统一在向上游供应商购买原物料时 由于金额庞大或者是做账的需求 都会先设账一阵子再付清 而统一的规模是比上游供应商还要强势 供应商的钱就可以拖的比较久债还 因此应付账款金额高 负债自然就高 正因为统一的规模强大 通路密集 在向上游供应商进货时 就是相当的强势 可以要求供应商给予更长的付款期限 也就是可以对下游客户快快收钱 对上游供应商慢慢还款 这种近乎零成本的商业模式 重点是这个还不需要付利息的 所以可以算是好债 因此高负债是显示了统一规模经济的强势 而非财务体质有问题 护城河 统一是有一条极为强大的护城河 但是拥有规模与巨数的双重优势 而是还善用金流与物流的系统 统一是在很早就进入了该产业 并不断的开发各种新产品 满足客户的需求 其规模经济是已经形成强烈的优势 对于上游供应商而言是很强势的通路 上游供应商的溢价能力是很低的 这个是有利于统一压低进货成本 目前国内的食品市场是趋于饱和的状况 而且统一是少数拥有自身强大的零售通路 能够持续维持食品通路的龙头地位 形成了一条强而有力的护城河 对新进入产业的竞争者而言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了 鼓励政策 延续39年配发鼓励 合计发出76.15元 从上市以后是至少连续配发0.35元以上的鼓励 在2015年以前都是有配发股票与现金鼓励的 在此之后都是配发现金鼓励 至少有2元以上 今年则是配发现金鼓励2.7元 是并列30年来的次高 近几年来的年金殖利率都是落在3%到4%之间 算是不高的 它的盈余分配率则是在70%到90%之间 简单的说 统一鼓励的发放就是相当的稳定 展望未来 统一是国内食品业的龙头 集团事业垂直整合在食品及通路 是非常多角化经营的食品公司 占据了产业的中游与下游 并且在各个产业类别都拥有良好的品牌价值 因此多年来的获利是相当稳定 在面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与众多食品业的销价竞争中 都有良好的防御能力 而在过去长期稳定持续的成长与获利能力 目前市场是给予高度的评价 不容易受景气循环的影响 而对于未来营收获利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 上游的原物料价格 近年来是疯狂的飙涨 原物料的价格大部分都是由国外进口 因为疫情与通膨的关系 物价的变动、敏感度相当高 原物料的成本上升 大部分也都由厂商自行吸收比较多 所以原物料的价格对毛利率影响是相当的高 而今年农粮原物料各项成本都是大涨的 统一要维持产品的动涨 势必会对获利造成压力的 目前前十一个月累计营业收入是4801亿 成长10% 营收虽然成长了 但整年度的获利应该还是会下滑的 不过全年的EPS应该还是会轻松的在3元以上 问题不大 估价的部分一样采近五年的最高最低及年金的平均 统一的昂贵价是78.4元 合理价是70.8元 便宜价是63.8元 统一是老牌的好公司 获利及配息都是相当稳健 如果未来有可口美味的价格 是可以入手长期持有的 好啦 本期影片就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观赏 喜欢影片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部影片见 掰掰